嗨 我是Richard 我是Eva 今天我們要來試吃魚子醬囉 因為在超市有看到有賣魚子醬這種東西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歐洲三寶就是有魚子醬 鵝肝醬還有松露 可是我們這輩子都沒有吃過 所以我們就買了兩罐來試吃 然後一罐是黑色一罐是紅色 不知道代表什麼意思 那我們吃之前我有先上網稍微查了一下 要怎麼吃它 首先呢 它有單吃跟配蘇打餅乾吃 那單吃的方式就是直接拿湯匙挖 然後放到嘴裡 用舌頭去頂它 不能用咬的去品嘗它這種感覺 那湯匙很重要 不能用金屬湯匙 不然會破壞它原本的味道 然後要涼涼冰冰的吃 不能太高溫 可是因為我們也沒有木湯匙或玻璃湯匙 所以我們就只要先用塑膠湯匙 沒錯 那我們現在先來開箱 黑色的試試一下 一顆一顆的 沒錯 嗯有種魚卵味的 講廢話 那我先挖一口來吃吃看 哇你很尷尬耶 好像鮭魚卵 蝦卵吧 味道像鮭魚卵 壽司上面撒的那個 魚卵蝦卵那種感覺 那是 那是 口感一顆 因為它口感它很小顆 真的 所以很像蝦卵 可是它的味道很像鮭魚卵 又有點像 那個 菜市場在賣炸柳葉魚裡面的魚卵那種感覺 因為真的很小顆 好 嗯好吃 那我們看看 吃吃看 紅色的 它長的也是一樣 一顆一顆的 喔這個就很像壽司上面的蝦卵 只是變紅色了 可是它的紅很紅 那我們來吃吃看 太大口了吧 嗯 對喔 給你們看一下 我原本以為紅色是辣的 就不是耶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軟會是紅色 我只知道 能做來魚子這樣的魚啊 這是鱘魚 所以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會有紅色 就沒有那麼鹹了 嗯 跟黑色比紅色沒有那麼鹹 對 可是它的 海水的味道比較強烈一點 我覺得 那我們再 使用第二種吃法 配蘇打餅乾 網路上就是說 你拿一片原味蘇打餅 然後再挖一匙 這個 很重本喔 對 大口吃 我忘記講價格了 我這樣小小一罐呢 7塊澳幣 大概快要200塊台幣吧 然後50克 兩罐都是50克 我覺得單吃比較爽 可是這樣配著吃啊 就不會那麼鹹 畢竟它醃漬過的 嗯 再來就換黃色 其實味道真的差不多耶 有沒有配餅乾都沒什麼差別 就是比較不鹹而已 沒錯 但 你有沒有覺得還比較好吃 我好像比較喜歡吃這個耶 我也比較喜歡吃黑色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重鹹的 這個比較鹹 這個 這個也很鹹 但是相較之下 這個沒有那麼鹹 我也不知道我比較喜歡吃的 對啊 可是我每次在吃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 很想要 馬上捏個兩顆壽司 放上去 感覺滿搭的 做軍艦壽司這樣 嗯 嗯 真的 總之 我們今天的試吃就是這樣啦 沒錯 我們是買 這個牌子的 對 這個牌子 瑞典式 那沒有試吃過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吃吃看 我們只是嘗鮮啦 不過我應該沒事不會買第二次的 因為又貴啊 又不會 真的太貴了 吃什麼 這樣七塊錢 就是可能因為我們比較 平常沒在吃這個 所以比較不懂品嘗 它的美味在哪裡 我們只是好奇買看看啦 對啊 沒試過也歡迎買看看 對阿 以上就是今天的試吃報告 我是Richard 我是Eva 我們下次見 掰掰